好,那我们再聊第二个话题 因为时间是有点紧张了 第二个话题在中国大陆是一个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点沉重的话题 就是有太多的孩子有所谓的网络成瘾 几年之前甚至还有一个关于网络成瘾的诊断的国家标准 然后还有几十家或者说数以几百家 专门接触网瘾的这样的地方 实际上这些地方在某种程度上是准监狱 而且我还有一点私心 我都觉得如果按照网络成瘾的诊断标准的话 说不定我也算 所以我也想请你谈一谈你对网络成瘾的看法 以及台湾这方面的情况 网络成瘾 就是在台湾我从DSM就已经一直争议了 就是DSM第五版 就是在争议说网络成瘾到底成瘾算正式诊断 那台湾不管是几个教授都这方面的研究投入很多 那其实之所以投入上就是这个底线很严重 那我们当然会讲说网络成瘾 第一个成瘾本身跟喜好网络就不一样 因为网络成瘾也就当你停不下来了 那喜好上网喜好玩game 本身当然是 事实上是有些时候小孩子一开始的时候 当然就是他今天如果说他在现实生活里面 他没办法获得满足感 这个满足感里面他的成就也成 因为这个社会我想台湾也好国内也好 有一个很对青少年问题很产生这么多的原因 就是我们太强调学习了 所以以至于青少年世界里面只有学习 那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他的学习如果成就不好的时候 自然而然的他想要找到其他的成就 第二种压力来源是人际关系 就等于说他如果他交不到朋友 那其实在网络上的 有些时候我们看他 所以我常常会去看他的喜欢的网络是什么样的性质 他纯粹只是一个人在那里玩 或者说在四处漫游 那当然这是另外一种 但如果是他常常比较说有些人父母 就会很生气说 好不容易出去吃饭 到八点他就开始坐立不完 吵着说他要先回家 因为他在网络上可能就认识一群人 要一起组队 也好九点开始玩一个游戏 甚至你 顾目无法理解的时候 真的还可能会跟顾目发生很大的冲突 其实通常如果说是类似他在那里 其实他希望的是跟一群朋友在一起 相对于说也就是在现实生活里面 他交不到这样的一群朋友 嗯 所以当一开始的时候 我说第一个当然我先讲就是说 他之所以会进入网络世界 然后那么投入 通常还是有一些诱因的 就是他的在整个外在的成就感真的太低了 那这个太低了就是 外在他接受到的信息就是 就只有学习 那这是从家长 或者说学校的老师这边来的 那反过来讲 在等于说同年级的朋友里面 接受到的信息是比人好会交朋友 人家只关那么多朋友 我没有朋友 那这个时候内向的小孩上路就特别有压力 所以这个时候他如果说开始发觉 他可以在网络上开始可以 比如说开始竟然有人找他组队 一起打怪兽的一起干嘛的 这个时候他会很 越来越投入越来越认同 那这个 那这是一个 我们就必须思考 如果从一开始 我们今天如果说 如果让小孩子可以创造更多样的成就感 好像不是说 比方说他交不到朋友 那当然我们在生活上怎么安排 让他有跟有一群同年级的一家更多更深入的互动的机会 那当然目前 我知道国内的学习比台湾还密集 台湾事实上还好一点点 就是说现在即使是很在乎竞争 但基本上大部分的家长松绑一点 所以事实上如果说今天他还稍微有假期 他去参加一些营队 参加一些非考试有关的学习 那因此让我们又帮他挑一些互动性比较强的 那其实比如说他可能喜欢 如果他 比如说他喜欢唱歌 就让他参加合唱团 之类它有一个互动性的讲话 也同时一起完成一种任务的 好像台湾有些学校甚至主动的安排 他会让小孩子去开始说 大家一起来规划 我们高中毕业 毕业旅行要去哪里 要怎么走 那你能慢慢规划好了 大家一起做功课 那你分小组 那这一组提出来说 我们要去 比方说我们要去欧洲玩 那我查出来预算是多少 我们落去晚要怎么走 那当然就是说纸上谈兵 那每一组就互相拉票 那至少就有一个 就是透过同学之间 有学习之外的一种 任务的完成 小孩子可以透过这样任务的完成 开始建立友谊 他开始跟这一群人就 开始有深入的关系 就是说我一直说 当父母有的时候 他怎么去创造这个机会 让小孩子 有一群同龄记忍 他一直完成一些任务 比如说在台湾就常常会 就参加一群同学 那一群同龄记忍 让他们一起讨论说 我们要开始 习乔拉特环岛旅行 那你要分几站 你每天在哪里休息 那要练 所以平常我们要练到什么程度 那能不能我们这一队完成 这个是在台湾 所以我们看到的比较多 这样子因此他可以交到朋友 那反过来我们在国内DTS 这方面其实好像 我知道是学习是紧张更多 所以这个安排是更不容易的 那我相信还是有可能 当然这个原则 那反过来如果说今天 今天他变成学习的挫折 让他往路去进去的时候 那当然就是怎么样让他 也就代表他的价值观里面 让他以为这个世界就只有学习而已 那当然他所以会有这个观点 当然就是父母以为是这一套 所以事实上有些说是父母要改变 因为这世界成功的人 知道很多统地都出来嘛 历年的高考状元 其实后来成就都不高嘛 我觉得 所以好像真的是不成正比的 而父母怎么改变主义 这是一个 但是如果进入到网路成瘾 就是刚刚在讲的 就是每日每月的进去 那你自己 那几乎你要把它改得很困难 甚至可以暴墓 等等这些 那其实这个时候 其实也就代表 父母亲之前是忽略这个事情太久 或者姑息太久 或者说遇到困难 不懂得求助太久 有没有可能 这个实际上跟下一个 我们要谈的话题连在一起 就是关于孩子厌学的事情 有没有可能是 在与学习有关系的事情上面 父母或者学校 给他们压力太大 让他们觉得 好像学习不是我的事情 如果我在学习上面 取得了成就的话 只是父母有面子 他们满足了对我们的需要而已 而我如果在网络上面 打游戏非常有成就 变得非常有名的话 这才是真正满足我们自己 是这样子的 那反过来说的话 如果有点搞笑的说法 可会这样 想一个办法 就是对有网瘾的人 然后他们不愿意去学校 那父母亲如果 调整一下态度 开始在乎他们在网络里面 打游戏打得好不好 会不会他们就会 从网瘾的状态下 出来变成学习成瘾 嗯 学习成瘾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的确你学霸是为学习成瘾的 对 学霸是为学习 所以实际上也就是那个 呃 就简单讲就是说 如果今天大家 我们父母有机会参与 如果说这不是不可能 我们如果大家注意些人 就是在美国一个 也是一个华裔的小 联军小伙子 他我还没看过那个网站 就是说你可以参观别人怎么打 就是说我在上网打游戏的时候 同时又有转播 所以有很厉害的 我可以看全世界最厉害的 怎么打game 那甚至 我可以就是可以收听 就像现在大家视频现场这样一样 可以收看 那我说说不定我们真的可以发展出来 说说父母可以某个程度的参与 然后可以某个程度上 如果可以去了解他这方面的成就感 是什么 那其实是让他 当然如果说让他觉得是肯定他的 然后他也许这就一个连结 然后甚至跟他讨论说 打游戏的策略是什么 之类的 那可是当然这是理论上 因为大部分的父母没有那么多时间 把自己功力提升到那么高 所以那个当你也知道 就是高手一到第一手是不屑一坛的 所以学义都牵涛也现在 所以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我不觉得说 父母能够做到那个程度不容易 几乎是有点不可能 那我反而会觉得是 还是对小孩子这样的如果真的是 已经到不去学校了 整天都打机子 那其实是看他的年纪 那比方说我还是会要他 慢慢的父母慢慢的告诉他说 因为你不读书 那你管机子 那你自己就 比如说爸爸妈妈到底应该 供养你多到什么时候 在台湾我会这样做 我也跟爸妈讨论好 爸妈就跟他讨论说 爸妈妈真的是 如果你不读书 那事实上你可能会活很久 那爸妈妈是要退休的 那退休要好好去过自己生活的 那如果说你先不读书 那要不要开始考虑 自己自力更生 那我是曾经有一个来房者 他就网路成瘾 然后他就不上写 那时候他高中二年级 那结果他在网路上 同时又认识了男朋友和女孩子 那他们就在网路上 家人就不给他利用钱 就他们就开始靠卖保物 打机子 那会分数可以 或者拿到保物 可以在线上再卖给其他同行 那就是两个就靠 两个都是宅在家里 但是相对于说 卖保物 那就是维持了一段时间 那其实是够零用钱的 虽然也许他还是住家里 吃家里 但是反过来这样 就像很多不去学校的小孩 拒绝上学的小孩 我们其实如果 简单讲就是拒绝上学来说 是急性期的话 可能我们可以强行的 跟他讨论沟通 那真的再把他想 说服 那拉回来 那拉回来以后 就怎么样让他在这里面 获得重新调整 获得成就感 包括他为什么成绩上 学习上会觉得没有成就感 那这是一个 还有机会成功的 如果变成慢性期了 就是说 那个他已经可能 时间长半年一年 都没去学校 所以对他来说 他通常回到学校 其实他还融不良群体 所以他想 就算他想回去 想到这种进去的困难 他又退缩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反而 在日本的研究 台湾并没有什么 日本研究就 干脆就放趟自己 先生活 那甚至 就是他们想干嘛就干嘛 甚至有个 日本有一些 因为日本 他可能在 往东北北海道 那比较北边 比较地也比较偏地 的地方 他们就有农装 那里面就是 你可以玩game 你可以出来农装玩 可是就一群青少年 就是在那里玩game 但是回过来讲 慢慢的互相就认识了 也就是说 他原来有过他的世界 只有网路 可是在那龙庄里面 他是玩game的小孩子 刚刚你提到的 就是父母先那么肯定他 然后因此怎么样 那父母其实 道型都太差了 就玩 但是那一群 道型都不错 所以他们就有了 自同道合 但是他们 从网路的世界 连结以后 现实生活也开始连结 那也开始 农装里面也开始 就是 那个农装 大部分他们 自己都是 经营者 都是自己当年 也是网路成名的 好 所以他知道这个行为 所以他也不给压力 他只 就是过一个 生活 那就平常 他可能在蒙作的时候 就说 那你要不要来帮忙 来不来都无所谓 没有强制 其实小孩子几年以后 在那里住了两三年以后 自己就慢慢走出来 有一天他就想说 我想去学校读书 那其实大部分 那不是回到原来 同学那一个学校 因为差太多年了 那一天他就 只是学一个 比较具体的 技术性的学校 也不一定 那总之他就慢慢的 在里面他们就 就慢慢几个几个 就一起结伴就出来了 嗯 所以是日本 知道我看 他们特别就是强调说 初期的时候 你可能强势的各种 不管是密集的心理治疗 等等 也许有办法 但是慢性的 真的你越是跟他纠缠 就是 越说 这有点像是 有点像我们跟青少年 常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 我们急着要进行青少年的门 然后就是看他在里面干净 想青少年拼命把门 压得更锁得更紧 那所以你 越是想进去那门 他越要 越不出来 所以 如果已经慢性了 那你去干净 你都不去 好像他不存在 这个时候 当你不去干扰 他初天还会愿意出来 客厅走走 那样的情况 因为我们参导很严重 是把自己关在房间 然后半夜出来 冰箱早吃的 然后白天 你就跑去睡觉 那就是半夜 在玩玩game 这样的情况 那这是 这个时候 父母心中 一直急着要进去 他世界 还不如就 晃掉 对 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自己出来 而不是我们强行的 接入 然后传入 他们的那些世界 把他们拽出来 这恐怕 这当然是很难 因为父母亲 这时候 需要很大的支持 所以这也是 处理青少年说 我自己的经验 因为 我常常会配合 父母工作 因为父母其实 事实上 你看 原来是 之所以小孩子 对学习 感到愿意习 父母太强调学习 嗯 那一群 一对 父母这么 强调学习 到他作为愿意拗手 其实事实上是要 有很大的领悟的 嗯 您是说 父母亲要改变 孩子才能够改变吗 对啊 嗯 然后父母亲 我们的态度 真的改变了 嗯 我几乎大概 所有的 都是这样 比方说 突然之间 爸爸 一一来讨论了 因为通常 你讲 就是说 通常这种家庭 真的就是 我记得 国内推我一个帖子 就说 我们眼前的家庭就是 父亲窃习 嗯 窃习的 父亲 焦虑的母亲 跟出问题的小孩 嗯 真的 大部分我看到的 都是这样的家庭 真的 所以 母亲对跟小孩子 太介入 太纠缠 那母亲 因为她把所有心力 放在这小孩身上 那所以 这小孩子 本身 就对学习的 被期待很高 嗯 一旦 没办法达到 而且不是 一次两次 藏起下来 一次 很多次 每次 没达到 就是 就自己的信心 活力 就越被消掉一点 活力越来越少的时候 他就在网络可以 找到肯定自己的状态 所以 母亲怎么样放掉焦虑 常常就是 父亲一定要出面 父亲跟妈妈 做一个更好的连结 嗯 就是说 我们可以想想 那个关系里面 好像 妈妈面对小孩 那爸爸在外面 那现在如果 我们可以改变 变成爸爸面对小孩 跟妈妈 爸爸 要求他的位置 在这两个人中间 嗯 然后改变这个结构 那其实说不定 这情形可以松动 嗯 所以其实 每次 大概我们都蛮希望的 一开始爸爸就觉得说 这个小孩我会放弃了 不来了 嗯 那我们就慢慢跟妈妈讨论 讨论爸爸 是怎么回事 那两个人 直接怎么回事 那终于爸爸也觉得 好像说愿意来试试看听一看 但是爸爸开始谈他自己的成长 他的问题 那也许好像都跟小孩子 很关 可是随着爸爸这样的 回顾自己 对自己更甚了解了 因为其实爸爸开始愿意去走 站在那个 我刚刚在 嗯 就在妈妈跟小孩子中间这个位置 那这个时候情形常常被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出现 嗯 这个也需要解释一下 我们刚才在说 如果一个妈妈跟自己的青少年的孩子纠缠太深的话 有可能导致这个孩子很多很多问题 呃 这里 嗯 实际上并不是在谴责啊 攻击妈妈 而是 呃 在说 嗯 在孩子青春期之前呢 妈妈给孩子的那种 边界比较模糊的爱的确是有利于孩子的成长的 但是在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呢 他可能需要一个有边界的关系 而 爸爸就是男性的角色呢 呃 他是 有一个天然的 由性别决定的 一个清晰的边界的 比如说 嗯 我和郝威这么好的关系 但是我们之前还是有一个间隙 不会往着胳膊啊 那个在外面去逛街 但是两个女人之间 呃 她们是可以往着胳膊去逛街 而我们对这个事情不会有太多的 觉得 看着有点奇怪 嗯 嗯 是 现在甚至有这样一种说法 就是说 呃 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 妈妈就是毒药 呃 这个攻击很厉害啊 浩维你怎么看 对 就是你 再提了就是 龙葛西班军会讲说 呃 呃 青春期以前是互姓的爱 哎 母姓的爱 嗯 青春以后是互姓的爱 那这个讲 互姓跟互 互姓 母姓跟母姓 不是那么 绝对差异的 嗯 就说今天 呃 如果当然 就是 互姓爱就是保护的 那母 哎 母姓的爱是保护的 嗯 那互姓爱就是放手的 甚至陪她进入社会 嗯 嗯 那所以事实上 这个角色 当然 当然不管 不管小孩子是男生女生 就是父亲 对外面世界 然后当然 就是 即使是 就是 比如说涉及到她工作啦 她对面对社会的竞争 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然后 常常 父亲对这方面是更了解的 那甚至父亲的陪伴 有另外一个意义 也就是说 父亲让她看到的是 父亲怎么工作 怎么在社会生存 那所以 的确 虽然是讲的 父亲的爱 母亲是可以做的 但是问题是 呃 父亲来做会比较好 是来自于 那 角色的单纯 嗯 好 就是 常常如果之前 我们假设之前的 母性的爱 的确是母亲陪伴比较多 那他们也因此 就是不知不觉就 纠缠 这纠缠里面有好的 有不好的 那总之 呃 这个时候突然这些妈妈 开始进入青春期也开始说 要她做放手 可是过去的那种感情关系 事实上是会 有点角色混淆的 所以妈妈要做到 真的放手 事实上是不容易 是的 所以这时候 事实上为什么要 爸爸来挡在中间 其实事实上是一个 很重要的协助 那当然如果今天 今天如果说 妈妈在她开始成长 往外的过程 今天假如我们假设 一个单亲家庭 妈妈带着小孩长大 嗯 她没有可以找到一个 就是真的有一个人 来当父亲的角色 那其实但是 小孩子本身 想往外的时候 妈妈又很清楚说 对她来说 她要把她当做 提醒自己说 自己真的该 对小孩子的成长最好的 在过去可能保护她 因为要受伤 现在可能 就是抱手 让她去受伤 她受伤越多也就是 表明说 她的学习越多 因为每个挫折 对她来说 都是 你挫折客户 自然而然 她就有更多的自信 当然我们不是说 给她 小孩子自己也有安全感 我们说她会感受到危险 所以她不自已 突然进去跑一个 很创伤性的挫折 让她自己创伤了 她不自已会发生 自己去寻找 小孩子会 会作为太冒险 伤害自己的行为 纯粹就是 有太强烈的愤怒跟情绪 那一定之前就有发生问题 嗯 那如果 或者一般小孩子在 慢慢 我们如果知道说要放手 小孩子是慢慢的 自己出去的时候 也会害怕 她自己冒险到一个程度 就会回来 冒险到一个程度就会回来 所以只要加持她安全基地 支持她这种探索 嗯 其实她就是 那就是放手 放手 这句话的确实说得太好了 在青春 孩子青春期的时候 妈妈应该放手 让孩子去受伤 受的伤越多 长得越好 成长得就越快 嗯 嗯 所以 但是 但是 这是 对妈妈 比较 不断要体现自己 然后 不断地要 找事情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嗯 比如说什么 广场舞 打麻将 那还好 总之 当然妈妈最好 这个时候 如果今天 有更多跟其他的 学习 因为 每个阶段 我们其实都需要学习 那妈妈开始思考 说自己 这辈子 比方说 做人家的女儿 做人家的太太 做人家的妈妈 那什么 如果要做自己 要做什么 那 就是很好的学习 嗯 就是不管怎么样 不能够继续玩自己的孩子了 随便去玩别的 什么东西都可以 要不然就 可能会把自己的孩子 玩了就 不能够成长了 是 因为妈妈的关系 当然成长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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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